我们继续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的政治消息 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在7月24号报道 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 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 孙政才一直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 习近平也曾经的公开赞扬了他的能力 但如今孙政才却遭到了整肃 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凸显了中共内部派系权斗的白热化 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先生 来谈谈他的观点 李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就来看看孙政才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官方公布的也不过说他是严重的 这个违反那么相关的纪律 但是您认为孙政才可能违反了中共的哪些纪律 是不是向他的继任者陈明尔提到的 没有清除薄熙来王立军案的恶劣影响呢 您的看法 这个方面的因素当然存在 我后面再说 因为这两天呢有各种消息报道 说他的夫人好像跟这个令计划的夫人 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民生银行的高官俱乐部 高官太太俱乐部里面有什么事情 说他的夫人可能有某种涉及贪腐的事情 可能影响到他 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重庆这边 因为三月份重庆的副市长 这个兼公安局长何廷被带走调查 然后到了七月份就涉及到孙政才 应该是跟这个何廷的这个被调查 然后何廷大概举报了什么事情 涉及到孙政才 也牵扯到某种跟贪腐或者伪计 这个这个这样的事情有关 才把他带走调查 应该因为现在这个中央公布的 中央公布的说法是说他严重伪计 还没有说到他贪腐 也许呢他给某些亲朋好友 包括他夫人 这个这个赚取了某种利益和好处 或者说了什么话 或者对和平的某些贪腐有某种庇护 可能直接的原因是这个 但是根本的原因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这是一个政坛的重大震动 因为孙政才本人是这个被看好的 这个隔代指定的隔代培养的 最年轻的这个接班人 如果他不下去的话 他下一届如果中央还设常委的话 他是极有可能进入中央常委的 那么现在他下去了 就意味着这个中共的未来的一个 带有储君色彩的人物 在这个临近十九大召开四五四个月左右之前 被出局 这是一个中共政坛上一个重大的震动 和重大的政治变化 是 那么李先生您又怎么看来 接替他的这个陈敏尔呢 您认为陈敏尔的未来仕途代表着什么呢 陈敏尔从贵州省委书记 调任重庆市委书记 意味着十九大必进政治局 如果在这之前他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个因为这个四大直辖市的这个市委书记 通通都是政治局委员 那陈敏尔显然是一个上升的态势 那么以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因为习在浙江的时候 他是浙江那边的这个报社的一个负责人 后来就一路这个升上来 升到贵州省委书记 那么我也相信王岐山 据说审引了两个月 然后中间有到贵州考察 也包括对陈敏尔的考察 这个所以陈敏尔这个显然是一个 未来政治上非常看好的 我倒是要说说另外一个方面 重庆这个地方 现在成了整个政治高官的一个陷阱 因为薄熙来王立军的事件出现以后 再出现这个孙政才的事件 孙政才的事件和博王事件 有极大的类似性 当然没有达到他们那个事件的 那样一个烈度 这个但是也是公安局长兼副市长 这个先被调查或者先出事情 然后导致市委书记出事 这个模式甚至有某种隐喻 某种这个体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对 切除 对 那么为什么会把孙政才 本来是可以看好的这样一个团派的 年轻的带有接班人色彩的人 安排到重庆去 我相信早年 就是从这个孙政才去的时候 现在差不多有五年了 这个里边就包含着某种 不想重用他 而且把他放到一个危险度极高的地方 去的这样的意图 这也预示着五年前 这个太子党就有一个说法 如果不解决这个团帮 就开不了19大 这个说法我在北京是听到很多人在讲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不想让团帮在整个19大上上位 那么当然也涉及到另外几个团帮的人 大家观众听众都知道 那几个人是谁 是 我们确实也在节目当中做过很多次的分析了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感谢李伟东先生 今天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和分析 谢谢您